晚安 欢迎收看5月11号的台式五件新闻 我是刘宜潘 新闻开始来关心 台中捷运发生的重大意外 造成一死食伤 而终结公司在今天早上也召开了记者会 公布车厢的惊险瞬间 可以发现当下民众四处奔逃 或者是护着头蹲在地上 而车厢为了监视器也曝光了 从发现异物到撞上 只有13秒钟的反应时间 对此终结坦诚 以目前全自动无人驾驶的情况之下 确实是没有办法侦测到前方的障碍物的 但是整个过程完全有按照正常的程序来走 我们默埃开始 记者会开始 终结董事长以及全体人员 为不幸罹难的静怡大学老师默埃一分钟 究竟意外怎么发生的 终结调出监视器画面 还原真相 12点26分50秒 列车进站 旅客正常上下车 12点27分04秒 掉臂砸到隔音墙 下一秒列车进站停拖 掉臂掉落轨道区 这是报军人员听到 义长声回头区前 确认轨道状况 随即以对讲机通知站长 但在这19秒的过程当中 列车门已经关闭 他除了通报之外 一边也跑步区前 到月台前方 我们随车员所在的位置 去跟他做个示意 来不及 来不及 车门关了 我们随车员 当下没有意会到他 做手势的意涉 12点27分26秒 列车关门 随车人员及旅客 也察觉前方状况 12点27分30秒 列车离阵 12点27分32秒 随车人员发现异常 呼叫行控中心 同时拿出钥匙 开启驾驶台盖板 企图以手动紧急停车 但为时已晚 13秒后 列车撞上掉臂 车厢内旅客东倒西歪 最后造成一死死伤 终结公司强调 整个过程都依照正常程序 一切将交由运安会调查 未来也会彻底检讨 是否增设紧急按钮 避免意外再发生 只是终结率线命运多传 2015年施工期间 也曾酿四死四伤 市营运期间又发生断轴意外 上个月才关度通车两周年 如今又发生了死伤意外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